今天呢是流浪地球2 在澳洲我所在城市首映的日子 我这不赶紧订了票吗 去看一看啊 别错过了今天的首映 时间呢安排的刚刚好 是澳洲的公共假期下午1点50分 我提前在网上订好了票啊 别说还真是挺火爆的 我订的时候可选的位置已经不多了 我先说说我今天去了电影院之后 没有想到的两个情况吧 首先呢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 我之前呢也有来看过咱们的电影啊 比如你好李焕英了 艺术好戏等等啊 说实话人数呢一般 但是今天我说座无虚席 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 我呢是开场进来的啊 进来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了 然后陆续的呢一直有人往里面走 灯黑了之后还有人往里进啊 反正我看了一下啊 整个屋子是基本上都坐满了 跟我在网上看到的定座位的情况差不多 那第二个没想到的呢 就是确实有老外来看 我进来的时候啊 就在门口看见一个澳洲人在候场 可能是在等人吧 进来之后呢又看到几个当地人 之后又进来了几个 再后来天黑之后 还看到一个澳洲老太太往里面走 还有两个像是印度裔的年轻人 当然了我也不可能把电影院里面的人都看一遍啊 但就是我看到的这些啊已经不少了 要知道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部外语片 就像我们肯定也是更愿意看说母语的电影 所以呢他们能够看了宣传过来捧场 我觉得已经很难得了 下面就到了观后感了 电影从一开始就给我很震撼的感觉 真的像老外说的那样特效很牛 不输米国大片 而且难得的是剧情一点也不拖沓 一直都很紧凑 也把我们中国人在困难面前团结和坚强的意志品质表现无疑 我觉得这部影片最优秀的地方就是给我们中国的电影打开了科幻大门 我个人觉得啊这部电影在国外能够受到老外的好评 跟这个题材的本身是有关系的 有的人说啊是不是我们太阴和外国人的口味了 我倒觉得不会 反而是拍一些外国人可能会看的影片 才能让世界上更多的电影院里面 愿意播放我们中国的电影 也才能让他们说大母哥说 哦原来我们中国也可以拍出这么精彩 这么震撼的科幻片 这是个大好事 那下面呢也请允许我说一点 我个人觉得可以更好的地方啊 纯属个人观点 我感觉呢电影有点长 当然长度不是个问题啊 但是一部接近三个小时的电影 怎么才能够把故事的脉络讲清楚 让大多数观众更容易看懂 一直引人入胜是很重要的 说实话啊我听到旁边有人小声说 有点没看懂 我看了一遍之后呢也不能够说 每个情节都完完全全的清楚明白 当然回味一下呢是可以明白的 但是啊如果可以让大家更容易看明白 会不会更好呢 再有啊场面确实是很宏大很震撼 但是啊会不会有点环环相扣的太紧了 就是有一直提着新的感觉 一会爆炸一会撞车 有的小朋友反应稍微有点吵 另外呢我虽然也挺喜欢看这种题材的电影啊 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可以加入更多人文的东西 和我们的文化底蕴在里面的话 效果会更好 尤其是一个难得的可以打入海外市场的机会 如果可以将我们的中国元素融入更多 那就更加完美了 不过说到完美嘛 当然没有一部电影是完美的 但总体来说啊我认为 《流浪地球2》还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片 我印象最深的是天梯 记得小时候看童话故事的时候啊 我也幻想过天梯会长成什么样 这次在电影里面看到了 感觉还是很符合我的童年幻想的 还有在电影中一直充满了团队精神 这跟美国大片中的个人英雄主义是不一样的 我知道大家对这部片子的看法 有些褒贬不一的 有人拿演员说事 我个人觉得啊 咱就看个电影嘛 看情节看质感看意义就可以了 每个人的喜好都不同 有的人怎么也看不进去科幻片 有的人就特别喜欢这样的视听盛宴 人和人不一样 说实话啊 我今天花了好几个小时加上来回的路程 去看这个首映 更多的是想支持一下我们中国的电影 我在海外这么多年发现啊 并不是每一部国产电影都能够在国外上映的 就算有的能上映了 也不是排的好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只要是我有时间 票价也不是说是天价 那我就会去支持一下 别管电影我爱不爱看啊 就说在电影院里面能够看到那么多的 在澳洲的华人华侨一家大小 在春节期间来海外的电影院里 买票支持咱们中国的电影 我就光看这个气氛 我觉得就只会票价了 再加上我亲眼看到我们中国的电影 可以把科幻片拍到这种水平 老万也都觉得不错 愿意花钱来电影院看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不虚此行 真心希望我们中国的电影 可以越来越多元化走向世界 也可以在我们的电影中 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人 了解我们的文化 最后一句中国电影加油